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开始我们要说这部美剧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强大的脑洞成功构筑了一个无比吸引人的世界观 仿佛悬崩一般吸引着观众不断的追下去 跟越狱这种高开低走的美剧不同 它的评分每一步都在向上走 到了第五季评分竟达到可怕的9.6分 拿奖拿到一页纸都写不完 因此很多观众认为它是美剧历史上最牛的一幕剧 它的名字就是Breaking Bad 绝命毒尸 在人烟稀少的郊外 一个男人头戴防毒面具 浑身上下只穿了条小奶奶 她正开着一辆二手车急驰着 坐在副驾驶上的年轻小伙子陷入昏睡 车厢里似乎还躺着两具尸体 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警铃声 男人从车上拿到一把手枪和一个摄像机 自拍时他透露了一些私人信息 还和妻儿说了分别的话 晚上后他持枪走到公路上 将枪口瞄准前方 到底这个男人经历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三周前说起 老白人到中年是一名高中化学老师 如果你认为他只是普通人 那就大错特错了 曾经的老白也辉煌过 不仅获得过诺贝尔奖研究项目杰出贡献奖 还是结晶学质子辐射效应研究的带头人 总之是化学界的大神 之所以大才小用成了高中老师 其中自然有原因 妻子斯凯勒是个精打细算的会计 眼下正怀着二胎 大儿子小白是个单纯的大男孩 因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 所以腿脚有些不方便 说话也不利索 今天是老白50岁生日 一大早斯凯勒就准备好了温馨的早餐 从一家三口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日子倒也平安喜乐 去过早餐 老白开车送小白上学 因为父子俩在同一所高中 三尺享台上 老白十分投入地进行教学 可惜不是每个学生都给面子 有学家竟光明正大的在课堂上谈恋爱 直到被老白点名 才不情不愿回到自己的座位 二胎的出身意味着经济压力变大 为赚够奶粉钱 他闲下时间在一家洗车店兼职收银员 今天店里的洗车工临时请假 人手不够 老板便让老白顶岗 结果好死不死 遇到富二代学生来洗车 一顿冷嘲热讽自然是免不了了 晚上拖着身心俱疲回到家 没想到妻子竟为他举办了生日惊喜派对 C位本该是老白 结果被高调的妹夫汉克抢了风头 汉克是美国缉毒局里的一名探员 他自豪地向大家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 原来他最近刚抓获一伙毒贩 缴获独资70万美金 这让老白目瞪口呆 自己就算打一辈子的工也赚不到这些钱啊 汉克告诉老白 要是他愿意 下次行动可以带他一起见见世面 汉克这么做无非是想显摆自己的能耐 隔天老白像往常一样到洗车店打工 突然胸口一阵刺痛 紧接着便晕倒在地 等到醒来 人已经躺在救护车上 到医院后 老白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 结果犹如晴天霹雳 让老白大脑一片空白 他得了肺癌 还是晚期 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老白心如乱麻 回到洗车店 谁知老板各种剥削压榨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老白这次没有迎刃 而是当场发飙 一阵口吐芬发后 炒了老板鱿鱼 他担心自己时日无多 可奶粉钱还没攒够呢 一个大胆的计划 开始在心中酝酿 第二天没等天亮 老白就联系汉克 想和他一起出现场 此次行动是在一栋小楼里 汉克带队展开行动 老白则留守在警车中 很快毒贩艾米利奥被抓获 另一名毒贩则狼狈地跳窗逃跑 这一幕恰好被老白看在眼里 老白一眼就认出这个毒贩 不正是当年自己教过的学渣小粉吗 然而老白并没有泄露小粉的行踪 而是目送他逃离现场 当晚老白根据学生资料 查到小粉家的住址 小粉以为他是来说教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老白是来求合作的 他拥有丰富的化学理论知识 缺的是制毒的实践经验 只要和小粉合作 一切就都行得通了 听完老白的真实诉求 小粉一时之间不敢相信 在他印象中 老白可是教书育人的好园丁啊 虽然小粉内心是拒绝老白入伙的 但他别无选择 一旦拒绝老白 自己肯定被举报吃牢饭 就这样 两个八杆子打不到的人 搞了个制毒组合 其实老白走上这条路并不难理解 妻子有孕在身 儿子身体不健全 如今自己这个顶廊柱 也不知道能顶多久 只有这样 才能在最短时间内 赚到足够多的钱 利用植物之变 老白从学校实验室 顺走各种化学实验工具 一车带到小粉家 拿着那种烧杯两桶 老白对接下来的新事业信心满满 可小粉却认为大可不必 因为他制毒 向来一个粮杯就搞定了 学渣的世界 就是如此简单粗暴啊 可粮杯根本就不能加热好吗 没出事也算是运气好 一套工具到手 接下来这是确定制毒地点 小粉认为可以买一辆二手车 作为两个人的移动工作室 只要把车开到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搞事业 老白毫不犹豫 从银行取出所有身家 可惜还差一点 全部就交给小粉了 直到结果老白给的钞票 小粉还觉得跟做梦一样 他实在想不通 老白为什么突然要当毒贩 对此老白没有告诉他实情 只说自己觉悟了 没人跟钱过不去 这天老白带老婆孩子逛商场 由于儿子无法独自试穿裤子 只好求助老白帮忙 谁知一旁几个惹事的小年轻 竟开始嘲笑小白 斯凯勒想上前和他们理论 却被老白阻止 他只好安慰自尊心受损的小白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本以为老白打算稀释宁人 起料他竟跑到这伙人面前 二话不说 暴打一顿带头惹事的人 玩售后还狠狠踩住他的腿 霸气侧漏 虽然很解恨 但也让一旁的老婆儿子 感到猝不及防 另一边 小粉终于成功买下一辆 二手休闲车 一切准备就绪 两人来到偏远郊外 开始干事业 担心身上会留下味道 老白脱光光 只剩一条白色裤衩 虽然是首次试水 但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作为化学界大牛人物 老白轻轻松松 就制造出了高纯度 高质量的晶体状冰毒 反倒是老手小粉 时不时会犯错 需要老白给他救场 看着老白制造出来的产品 小粉瞬间感受到了 青铜与王者的距离 不过老白倒是很谦虚 庆幸自己做出来的冰毒 是合格的 结束第一天的工作 小粉让老白明天继续产出 他负责联络买家 第二天 小粉独自来到一个人称 疯狂小八的买方家里 巧的是 疯狂小八正是艾米利奥表哥 让小粉更想不到的是 艾米利奥已经被保释出狱 他怀疑小粉出卖了自己 不然凭什么自己被抓 小粉却相安无事 疯狂小八体验了一口 小粉带来的产品 瞬间上头 然而他根本不相信 小粉有这实力 背后肯定有高人 于是两人将小粉劫持 压着他一起去找老白 与此同时 老白还一门心死忙事业 对即将来临的危机 毫无察觉 来到小晚 艾米利奥认出 老白当初和缉毒警察在一起 就以为他是警方的卧底 眼看形势不妙 小粉想跑路 却被打晕 见状老白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就在对方要痛下杀手时 老白记上心来 告诉两人 只要放过他和小粉 自己就亲自教学 保证教会他们造出高品质产品 疯狂小八和艾米利奥果然心动了 老白带两人走进休闲车 开始掩饰 难道老白真的要传授记忆 当然不是 因为他深知 就算教会两人 也会被卸磨杀驴 老白将一瓶红铃 倒进热水里 然后迅速离开车厢 关上车门 紧这日里面便传来爆炸声 没一会儿车厢里面 就没了动静 老白本想叫醒小粉 结果草丛竟被疯狂小八 丢在地上的烟头点燃 根本灭不了 没办法 老白赶紧给自己和小粉 戴上防毒面具 准备开车离开 谁知听到警笛声不断逼近 难道这就要被抓了吗 老白将枪口对准前方 可他并没有和警察硬钢的勇气 同时他也不愿面对被抓的结局 于是想引弹自尽 可从没玩过枪的他 就连开枪都不知道先开保险 自杀以失败告终 就在老白准备投降时 却看到来的压根不是警车 而是消防车 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此时小粉终于醒来 全程毫无参与感的他一脸懵逼 老白借这次意外 向小粉科普了一个化学小常识 潮湿的红铃与热水产出反应 生成零化氢 是一种剧毒气体 疯狂小八和艾米利奥 终究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 晚上回到家 斯凯勒询问老白 下午在外面做什么了 老白没有回答 而是和妻子一起做为爱做的事 相比之前的有心无力 这次老白却是一展男人雄风啊 可以看得出来 找到身材之路的老白 又重新对未来燃起了希望 然而中毒的凤狂小八和艾米利奥 真的都凉了吗 当然不是 其实当时在消防车离开后 在路人的帮助下 两人把车拖到主干道上 不顾小粉反对 老白执意把车开到他家 要在这里处理车厢里的两个毒贩 第二天一早 小粉假装成推销员 拨通老白家固化 原来疯狂小八还没死 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 可老白一时半会儿也没辙 只好先搪塞过去到学校上班 然而他不自然的表现 还是引起斯凯勒的怀疑 事后他回拨了电话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 小粉爆粗口式的奇葩留言 这一听就不是什么震惊人 之后他又根据电话号码 查到一个网站 打开一看各种十八镜 正是小粉的卖货网站 看得斯凯勒目瞪口呆 老白在学校心事重重 根本没办法专心上课 期间还不小心听差了学生的提问 学生问他 今天讲到的这些知识点 会不会在期末考试中出现 老白却听成了 这些知识会不会在谋杀案中出现 因为期末和谋杀的英语发音很相似 不过这倒是给了老白灵感 放学后 他悄悄从实验室顺走两桶 具有强服实性的轻服酸溶液 开车赶往小粉家 小粉这边 他正在二楼房间处理脸上的伤口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打开窗户一看 只见休闲车的门已经被人打开 见状小粉赶紧抄起棒球棍下楼查看 可等他赶到现场时 疯狂小八早就给自己松绑 溜之大吉了 不过他并没有逃多远 就被赶来的老白撞了个阵着 显然他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走起路来东倒西歪 见老白出现想拼命跑路 结果慌不择路 一头撞到树上晕倒在地 老白赶紧把他拖到后备箱里 就这样倒霉蛋再次回到小粉家 两人把疯狂小八关在地下室 防止他再次出逃 小粉从车库拿来摩托车防盗所 二话不说 把疯狂小八的脖子和一根柱子锁死 之后两个人便开启了甩锅模式 老白吐槽小粉引来了两个毒贩 小粉则反怼道 要是你不找我制毒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活人的事可以暂时缓一缓 死人的事可等不及了 别忘了艾米利奥的尸体 还在车厢里放着 炎炎夏日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臭腐烂 到时方圆几里都能闻到尸臭味 好在老白已经想到处理尸体的办法 利用轻浮酸溶湿 这当然是学家小粉 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法子 没想到老白认真起来这么绝 另外防止夜长梦多 疯狂小八也是不能留活口了 毕竟他活着始终是个威胁 起初小粉认为 容诗实在太重口 可一听到杀人 立刻主动揽下容诗的活 可老白也不傻 他决定通过抛硬币来分配任务 或许是小粉傻人有傻夫 结果还是他负责容诗 老白负责杀人灭口 接下来便是分头行动了 小粉外出采购容诗需要的容器 老白则寻思着怎么动手 虽然理论真实很丰富 可他哪里杀过人啊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小粉打电话求助 原来他在超市逛了半天 也不知道买什么容器 担心普通塑料桶架不住 氢浮酸腐蚀 听到这里 老白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可又不得不给小粉这个学渣补课 氢浮酸可以理解成化湿水 对聚乙锡材质的塑料桶 没有腐蚀性 小粉询问老白杀人大忌 进展的怎么样了 毫无进展的老白只好暂时糊弄一番 听了专业人士的话 小粉开始在超市里大胆选购 乡中一款蓝色塑料箱 确保能塞下一个成年人 小粉还亲自躺进去体验了下 这么骚气的操作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要干嘛吗 老白在抽屉里 找到不少可以杀人的工具 有刀子 有锤子 甚至有手枪 可老白没有选中其中任何一样 而是看中了用来装枪的塑料袋 趁疯狂小白还没清醒 把他闷死一了百了 杀人不见邪 也能让老白这个新手好接受一些 说干就干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刚来地下室 疯狂小白就醒了 吓得老白拔腿就跑 更别提杀人了 疯狂小白向老白淘水喝 最后老白不仅带下来凉桶水 还很贴心的带来了三明治 就连上厕所用的东西也全给他备齐了 相当人性化 两人聊了一会儿 但除了知道疯狂小白吃面包不吃面包皮外 老白什么收获也没有 迟迟无法下狠心杀人 让老白亚历山大 忍不住抽起小粉房间里的大麻 先是用纸将大麻包住 然后很自然地利用煤气灶上的火焰点燃 高手出手就是毫无破绽 完全不像是一个新手 小粉回到家中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 主动和他合作制度就已经足够匪夷所思 如今竟然自己也吸上了 老白以为小粉会把容器买回来 谁知两手空空根本没买到容器 小粉给出的解释是 超市里的塑料箱子都太小装不下 听到这里老白无语凝页 在老白看来这哪里是个问题 一个箱子装不下就两个 上半身装一个下半身装一个 小粉意识到自己智商感人 为缓解尴尬他转移话题 问老白人杀了没 话音刚落就听到地下室传来一阵咳嗽声 这回两人都没能完成任务 因为要陪斯凯勒到医院产检 老白只好先回家 在医院里他收获一个好消息 二胎是个小棉袄 发育得很健康 老白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 如今老来得子如愿以偿 高兴之余却难掩悲伤 重病再生 恐怕不能陪伴女儿长大成人了 医生走后 斯凯勒看着老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终于忍不住问起小粉的事 网站显示 这个人和制毒卖毒有关 老白怎么会和他有联系 对此他给出的回答是买大麻 斯凯勒一时没反应过来 丈夫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怎么会还干出这么出格的事 老白也是无奈之举 面对斯凯勒喋喋不休的质问 老白罕见的发了脾气 让妻子不要再管他的事 看着情绪失控的丈夫 斯凯勒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第二天小粉吸毒壮大后 终于开始融失 不成想刚把尸体从车上拖下来 门外就来了不速之客 斯凯勒亲自登门警告小粉 别再卖货给老白 不然就让人请他到橘子里喝茶 这回小粉确实是替老白背了锅 好在这张终于上线一回 没有戳穿老白的谎言 而是配合斯凯勒的表演 幸运的是直到离开斯凯勒都没有发现尸体 有惊无险后 小粉总算把尸体搬到二楼的卫生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开始在浴缸里融失 老白放学后来到小粉家 两人因为斯凯勒突然造访一事 又起了争执 老白表示不是故意要冤枉他 总不能把两人制毒杀人的事情说出去吧 让他受委屈也是逼不得已 不过小粉更担心自己会被缉毒警察抓走 老白赶紧解释 斯凯勒说的那个人和他是连经关系 如今两人站在同一条船上 这才让小粉相信老白不会出卖自己 说着说着 小粉得意洋洋的表示 自己至少完成任务了 老白这才知道 这个二货竟自作聪明的在浴缸里融失 瞬间有点慌 抬头看向天花板 已经有血迹渗透向一楼地板滴落 下一秒一大块天花板掉了下来 一起掉下来的 还有没来得及溶解掉的尸体残骸 原来被氢浮酸溶解的不止尸体 还有整个浴缸底部 虽然说这种液体对塑料没什么腐蚀性 可遇到金属或者陶瓷材质的 就算再硬也敌不过 看着天花板上的大窟窿 小粉无言以对 要怪就怪自己没文化吧 看着散落一地血淋淋的人体组织 老白和小粉不得不全副武装 开始善后工作 这场景不禁让老白想起多年前 他和前女友一起探讨人体构成元素时的情形 当时的自己意气风发 和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 清理完后 老白将血水全部冲进马桶 紧接着两人在院子里清洗身体 玩受后小粉如释重负 躲进卫生间 想用老白打造出来的高质量冰毒 老白则一人来到地下室 处理疯狂小疤的粪便 对方显然看出老白不敢下死手 自己他要么放人 要么给他个痛快 老白本来不吃这一套 可就在他要离开时 疯狂小疤竟然喊出他的名字 这让老白猝不及防 不仅如此 他还知道老白与小粉的关系 还对他的家庭情况略知一二 原来是大脑插一根筋的小粉 早前向疯狂小疤泄露了他的信息 紧接着他各种挑扑老白和小粉 本就不太牢固的关系 果然啊 老白被小粉的大嘴巴气得不轻 见小粉不开门 直接踢开卫生间的门不说 还把小粉视作宝贝的冰毒扔进马桶 小粉眼睛手快 顾不上那么多 徒手从马桶里捞了上来 为了保住他 小粉干脆把他扔出窗外 然后一溜溜溜跑出门 准备带着毒品开车跑路 老白被小粉气得差点当场并发 无奈只能赶紧追上去 在最后一刻总算拼老命追到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小粉死活不承认 泄露老白信息的事情 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 至于地下室的疯狂小巴 那是老白的责任 他可不管 催促老白赶紧完成工作 然后小粉开车理直气壮的离开 另一边 斯凯勒误以为老白成为瘾君子 想从妹妹玛丽口中 了解他上大学时吸大麻的经历 玛丽却认为他话里有话 猜测是小白在吸毒 虽然猜错了 但不得不说 玛丽的直觉确实很敏锐 虽然斯凯勒一再解释 小白是个乖宝宝 可玛丽还是偷偷联系丈夫汉克 让他找机会好好教育教育小白 很难让人想象 玛丽这个看起来正义感爆棚的女人 其实私下里却是个偷窃痞患者 在鞋垫试鞋时 趁倒过不注意 相当熟练的将鞋子掉包 最后穿着新鞋大摇大摆离开 汉克下班后 听从老婆玛丽的建议 开紧车带小白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平时这里是贩毒们的聚集地 汉克想让小白轻眼目睹 这些隐君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不一会儿 汉克将路过的妓女温帝喊到车窗前 不用说她也是个隐君子 温帝以为汉克是来抓自己的 联盟解释今天身上没带货 其实汉克就是想利用他吓唬小白 毕竟他一口早已被毒品腐蚀的烂牙 就足以让人做噩梦了 面对汉克的良苦用心 小白倒是一脸懵圈 自己什么也没做啊 温帝回到旅馆小房间 没想到他的客人竟是小粉 看来小粉平日里没少光顾他的皮肉生意 晚上在小粉家中 在杀还是不杀疯狂小八这件事上 老白陷入了纠结 于是把杀和不杀的后果裂了出来 杀了道德良心上过不去 不杀家人的生命安全很可能受到威胁 就在这时斯凯勒打来电话 问他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 老白只好谎称在洗车店加班 结果被斯凯勒立马拆穿 因为他已经给洗车店打过电话 得知老白瞒着自己已经辞职大半个月 不断老白解释 斯凯勒就生气的挂断了电话 还赌气让他今晚不要进家门 晚餐时间 老白亲手为疯狂小八 打造一份不带皮的三明治 然而刚到地下室 老白就并发了 一阵剧烈咳嗽 晕倒在疯狂小八的面前 三明治撒了一地 碟子也摔得七零八落 不知过了多久老白才醒过来 他将地面打扫干净 重新回到楼上又做了一份三明治 再次返回还带了几罐啤酒 老白想和疯狂小八好好聊聊 他直言自己身患绝症命不久矣 但他根本不想杀人 可现在不杀人的理由还不够 所以才想通过对话 找到更多不杀疯狂小八的理由 意外的是 两人的对话比想象中要顺畅许多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聊得也很投机 更难得的是 两个人的老家还在同一个地方 而在老白制毒这件事上 小八说的一番话 更是直击老白的痛点 他直言 老白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是想在死之前 给老婆孩子留下一笔钱 这番话不禁让老白 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他并不惧怕死亡 只是担心家人过得不好 一番推心致富的交流后 老白显然对疯狂小八放松了戒备 同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放了疯狂小八 于是来到楼上找防盗所钥匙 就在老白将喝完的啤酒瓶捏扁 扔进垃圾桶时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将摔碎的盘子拼凑 果然不对劲 盘子的碎片竟然少了一块 老白心中产生一个不好的推测 担心自己猜错 他甚至重新找了一遍垃圾桶 却始终不见碎片的影子 老白来到地下室 让疯狂小八背骨伸去 他以为老白是来为自己开锁的 所以乖乖配合 然而站在他背后的老白 随即脸色大变 只因消失的碎片 出现在小八口袋里 原来老白病发昏迷时 小八偷偷藏了一块碎片在身上 老白质问他 是不是要用这个杀死自己 小八没有回答 而是掏出碎片 试图伤害老白 幸亏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 一把抓住车所 小八想要反抗 结果还是被活活勒死 期间老白的腿也不小心被割伤 这样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 明明自己已经动了恻隐之心要放人 但疯狂小八终究和他不是一类人 注定是你死我活 隔天一大早 在为门浪了一天的小粉终于回到家中 此时街坊四零都陆续出门锻炼 这不免让小粉有些紧张 深怕家里发生的那些事被人发现 他赶紧来到休闲车这里查看 只见车厢内部已经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来到地下室这里空空如也 只在地上发现摩托车防盗所 至于疯狂小八已经不在这里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只有小粉心里清楚 老白完成了他的任务 并且独自一人进行了容施工作 老白回到家中 看到斯凯勒坐在床边伤心落泪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他一直没有考虑过妻子的感受 以至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自己有孕在身 丈夫还可能染上毒瘾 换谁也要绷不住啊 老白已经想好对策 没错 他把自己患癌一事告诉了斯凯勒 听到这个消息 妻子哪还有心思追问他 昨晚为何夜不归宿呢 故事最后 汉克接到报警 待人在郊区外发现了疯狂小八的车 此外还找到老白一落下的防毒面具 出乎意料的是 疯狂小八竟是击毒局 安排在毒贩组织里的线人 一番仔细查找后 汉克从车上找到一袋冰毒 正是当初老白制作出来的 由小粉拿着去找疯狂小八谈交易的那一代 老白身患癌症不再是一个人的秘密 接下来一家人会如何应对他的病情呢 经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糟心事之后 老白是不是还会在制毒道路上生根下去呢 汉克这边接下来的调查 又会不会给老白带来危机呢 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揭晓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不妨继续关注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哦 大家好 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说高分尾剧绝命毒师第一季的四到七集 前面说到一番波折后 两名毒贩彻底被解决 面对妻子的猜疑 老白终于坦诚患病事实 与此同时 汉克在二人制毒的郊外发现了端倪 并成功找到一袋高品质冰毒 不知会不会顺藤摸瓜怀疑到老白头上呢 让人意外的是被老白狠下心杀死的疯狂小八 竟是汉克的线人 线人和卧底完全是两个概念 疯狂小八作为线人 会给汉克提供其他毒贩的情报 但本质上他还是毒贩 好了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故事 通过检验 机组局发现找到的这袋冰毒 纯度竟然高达99.1% 就连阅读无数的汉克也大开眼界 看来小镇上隐藏着一位制毒大神 此时汉克哪里知道 这个高手不是别人 正是姐夫老白 周末家庭聚会上 大家有说有笑 汉克为鼓励小白自信起来 大谈当年是如何把玛丽追到手的 他还让老白分享自己的感情故事 可在一旁的斯凯勒 听着听着就嚎啕大哭起来 他想趁今天公布老白生病的事情 可话到嘴边始终没勇气说出口 最后还是老白自己来说 听到这个晴天霹雳 毫无心理准备的一家人瞬间懵了 晚些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商讨着老白 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汉克非常实在 直言要是老白有个三长两短 一定会帮他照看好斯凯勒和小白 晚上在小粉家中 两个好基友 瘦皮特和康宝登门拜访 康宝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个大洞 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小粉胡乱扯一波糊弄了过去 本来小粉最近不想吸 可他嘴见嘚瑟 手上有一袋高品质的货 架不住胡奔狗友的劝 三人便吸了起来 总之十分上头 等到清醒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瘦皮特和康宝已经走了 就在这时 小粉看到房子外面 突然出现两个骑摩托的杀手 一人手里提着刀 一人手上拿着手雷 来势汹汹 似乎是来找自己寻仇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小粉的幻觉 根本没什么杀手 只是过来传教的学生而已 虽然出现幻觉和吸食毒品有关 可源头还是两个毒贩的死 小粉是个贩毒制毒的混混 可他哪里有胆量干杀人的事 即便这次是老白是主谋 但无疑也给小粉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阴影 老白这边 斯凯勒成功为他联系上 最好的肿瘤专家 但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看病前 光是专家咨询费 就高达5000美金 对老白这样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斯凯勒让他放宽心 钱的事情他来想办法 没想到的是 老白却说自己可以提前预支养老金 之后他偷偷来到房间 打开墙上的排气窗 里面竟然藏着一些私房钱 显然养老金只是骗斯凯勒的 所幸他手上这笔钱 用来支付专家咨询费是够的 很多人好奇 这笔钱是哪里来的 其实是他和小粉 在两个毒贩身上找到的 事后两人平分了这笔钱 前面说到 小粉这段时间精神紧张 而老白也同样受到 杀人事件的影响 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敏感 这天他准备到银行 将钱存进支票 开车途中遇到一辆警车 老白因为心虚瞬间紧张起来 把车停在路边 直到警车从面前开过去 他才渐渐缓过神来继续开车 好不容易在银行门口 等到一个空车位 转头就被一辆宝马车抢了先 车主是个穿着西装的有钱律师 遇到这样的事 让老白心情更加郁闷 排队办业务时又遇到这个律师 此人看起来人模狗样 实则斯文败类 在电话里说的话却不堪入耳 嚣张的嘴脸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或许大家都和老白一样反感 可终究没人敢站出来教他做人 晚上一个三口之家正在吃晚餐 突然后院传来响动 夫妻俩过去一看 竟是小粉 原来这对中年人正是小粉的父母 一家人团聚的场面有些尴尬 没有多说什么 小粉便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一晚终于睡了个踏实觉 一睁眼已经到第二天的晚上 父母嫌弃小粉不珍惜 只会在外面和胡鹏狗友 敢见不得人的勾当 要不要让他在家里常住 都是个问题 父亲认为不能纵容他 母亲则心慈手软 晚餐时间 看到小粉乖乖布置餐桌 两人又不忍心把他赶出家门 和小粉不同 弟弟要优秀很多 房间里挂满了奖牌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小粉与弟弟聊天时 母亲假装过来说话 本意其实是想把关上的房门打开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父母对小粉是非常不信任的 生怕他乱说话教坏弟弟 深夜小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全是他小时候画的绘本收藏 原来小粉很有绘画天赋 就在他惆怅时 好机友康宝打来电话 希望小粉能够提供货源 他找到了买家 只要能保质保粮供货 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第二天一早 小粉没有通知老白就跑到他家 说是打招呼 其实就是问他想不想继续合作制毒 经过上次的毒贩事件 老白萌生退役 不想再和小粉这样的猪队友合作 好在斯凯勒上班去了不在家 可老白还是对小粉不请自来的行为感到震怒 让他立马滚蛋 不要再出现 老白哪里知道 小粉其实没那么丧尽天良 今天还带了四千美金 他并没有把老白之前做的冰毒挥霍一空 而是卖出去赚了一笔小钱 只是老白的态度让小粉很伤心 没有把钞票交到老白手上 而是天女散花全撒了出去 等小粉离开后 老白又不得不从游泳池里把钞票捞上来 小粉刚回到家又出事了 原来早上出门后 钟点工在他房间里发现了大麻 这可把父母气爆炸了 在外面乱来他们管不到 但作死作到家里实在不能忍 面对父母质问 小粉白口难辨 就这样他被父母扫地出门 刚走出家门 弟弟就找过来 感谢小粉替自己背锅 原来大麻是弟弟的 担心被父母责骂 他竟然嫁祸给亲哥哥 弟弟甚至想从小粉手上 把大麻要回来 只见小粉将大麻扔在地上 狠狠采烂 撂下一句 这玩意儿太刺了 就离开了家 真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老白这边终于等到了 咨询肿瘤专家的日子 然而他的身体状况 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 不过专家并没有把话说死 认为只要老白积极接受化疗 还可能有一线生机 不过这也意味着 老白要做好心理准备 化疗对身体损伤性很大 出现各种不适的副作用 难以避免 除此以外 化疗费用保守估计要9万美金 老白一家必须想办法准备到位 斯凯勒各种安慰老白 鼓励他勇敢接受治疗 一定能战胜病魔 他打算下周就带老白 去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然而老白最担心的 还是费用问题 要是砸进去9万块 到最后人还没了 那么妻儿就要背负巨额债务 老白表示自己也想活 但也要认清现实 小白毕竟还是孩子 他还无法理解父亲的苦心 见老白不肯乖乖接受治疗 气得脱口而出 既然你放弃治疗 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虽然老白知道 这只是儿子的气话 可还是让他心里很憋屈 这天在路过家务战时 老白咳嗽吐血 只好停车 这时他又看到之前 在银行遇到的混蛋律师 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 这下终于找到发泄的对象 趁律师走进便利商店 老白静止走到跑车前 撬开引擎盖 一顿操作就让跑车原地爆炸 发泄完后 老白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律师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只见爱车已经爆掉 关键他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老白此举 也算是为社会大众 教育教育这个斯文败类了 小粉先是与老白闹翻 然后又被父母赶出家门 不过他并没有被打倒 反而要重新做人 一到早 他西装革履 来到一家公司 面试销售岗位 纵使把自己销售能力 说得有多强 老板还是没有看上他 明确表示 需要两年工作经验 本科级以上学历 虽然小粉销售经验 远不止两年 可他卖的东西见不得人 至于学历 他高中就辍学闯江湖了 拒绝小粉后 老板还假装好心 给他建议 指着街边穿玩偶服发传单的广告人 认为小粉可以干这个 自尊心受损离开公司后 小粉意外发现 路边的广告人竟是好基友小欢 他正在假释期间 当广告人 只是为了让人觉得他在干正事 两人聊起毒品 小欢希望他重操旧业 刚好他手上有买家 但小粉心里明白 之所以现在能在业界有好口碑 完全靠老白上一批货撑着 现在和老白闹僵了 光靠自己根本走不远 最后小粉以金盆洗手为由 拒绝了小欢的建议 回到车上 看着手上的招聘广告 小粉深知社会现实 以自己的条件 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一番心理斗争后 他还是下车找到小欢 老白这边出席大学同学 埃里奥特的生日派对 来的人非富即贵 看得出同学是个有钱人 从老白和其他老同学对话中得知 当年老白与埃里奥特夫妇 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 灰智的公司 后来不知为何 老白退出了这家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 埃里奥特妻子格雷琴 正是老白大学时期的前女友 显然这里面又是一段故事 和老朋友们简单打过招呼后 老白独自走进 埃里奥特豪宅里的书房 看着眼前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装修 他的心里不免失落 毕竟当初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 如今别人早已名利双收 自己还只是一个高中老师 甚至要为看病前发愁 从书房出来 老白看到斯凯勒 似乎在和埃里奥特说些什么 刚想过去就被一个老同学拦住 想把他介绍给几个朋友认识 当聊到老白现在在哪高就时 为掩饰尴尬 他只好喝起手中的红酒 老白夫妇和整个派对 都显得格格不入 发生尴尬的事情在所难免 在拆礼物环节上 人家送的礼物净显高逼格 老白夫妇送的竟然是一袋方便面 好在埃里奥特情商高 瞬间明白老白的用意 他告诉大家 当年在大学 自己和老白为了赶论文 连续吃了一个月泡面 虽然只是一袋方便面 却是理清情义重啊 后来埃里奥特和老白聊着大学时发生的事 气氛还算融洽 埃里奥特趁机抛出橄榄枝 邀请老白重新加入规制 不仅能拿到高工资 公司还会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听到这里老白脸色一变 看来斯凯勒已经把他生病的事 告诉给了埃里奥特 虽然老同学真心想帮忙 可老白自尊心实在太强 在他看来 没有求助的帮忙就是施舍 是同情 只是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的 老白生气的离开了派对现场 还忍不住斥责妻子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早已远离生活圈的人 斯凯勒只是做了所有人遇到困难都会做的事 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举动 无形中已经深深伤到老白的自尊 因为派对上发生的事 第二天早上 一家人在冷冷的氛围中吃着早餐 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一直都坐老白车上学的小白 今天却选择坐了公交 另一边 小粉和小欢开着休闲车来到郊外准备制毒 被老白带过 小粉果然有了进步 各种容器都备齐了 再也不是用一个量杯搞定一切的学渣 倒是一旁的小欢一点也不专业 不仅帮不上什么忙 偶尔还会添乱 经过努力终于有了第一批成品 小欢很激动 小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和老白做出来的纯度根本没法比 一气之下 小粉把成品全洒了 这可把小欢心疼坏了 趁小粉回到车上偷偷捡回一些 不久小粉又重新做出来一批 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虽然这些货也是能卖出去的 然而见识过高品质冰毒后 小粉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粉 变得有追求了 对质量要求也提高不少 见小粉又要洒 小欢终于忍不住 这些原材料可是他想方设法才搞到手的 就这么浪费实在血亏 为了抢到小粉手上的成品 两人在车厢里大打出手 结果成品洒落一地 小粉气得直接把小欢推下车 然后一个人开车离开 晚上小白帮朋友买啤酒 结果碰到警察 要知道美国未成年买酒是犯法的 最后朋友全跑路 留下腿脚不便的小白背锅 遇到这种事 小白本该找老白解决 可他却叫来汉克帮自己解围 看来小白还在跟父亲毒气 见老白迟迟不肯切手治疗 晚上斯凯勒叫来汉克夫妇 要在家里开会 决定老白到底要不要接受治疗 显然斯凯勒是想利用舆论压力 逼迫老白治病 会上斯凯勒第一个表态 他知道老白担心治疗费问题 不过现在艾利奥特表示会帮忙 只要老白接受别人的好意就行了 他还劝说老白 偶尔接受别人的帮助并不丢人 轮到汉克发言时 他只是说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 完全没发挥任何作用 反倒是压抑许久的小白 眼看父亲不畏所动 他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 大骂老白不敢治疗是个懦夫 自己是个脑贪儿 但父母没有嫌弃他 把他抚养长大 即便生活很难 他也勇敢的适应了 不明白老白为什么要轻易放弃生命 接下来 玛丽的发言却让斯凯勒非常意外 他认为应该尊重老白的决定 作为医护人员 他见过病人在治疗阶段承受的痛苦 其中很多患者并非自愿接受治疗 只是为了满足家人 听完玛丽的发言 没想到汉克也赞成 这个把斯凯勒气得不轻 找你们俩是来帮忙的 不是帮倒忙的 随即而来的争吵 让场面陷入混乱 直到老白表态 众人才冷静下来 老白明白 不管大家做出什么决定 都是为他好 同时他也道出了心里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再也没为自己活过 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选择 至少在生死大事上 他想自己来选择度过余生的方式 如果真的命不久矣 与其躺在医院冰冷的床上 浑身插门管子 被药物摧残的遍体鳞伤 倒不如利用最后时光 多陪陪家人 就算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该说的话都说了 老白真能获得选择的权利吗 斯凯勒人不愿放弃 他告诉老白 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儿子和他肚子里 未出世的女儿想想 此话一出 老白如果还要坚守自己的选择 反而显得有些自私了 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活 所以你也不能为自己而死 妻子的话让老白有些动摇 第二天一早 老白醒来 发现床头柜上堆了一些书 除了母婴相关的 还有介绍如何抗癌的书籍 这让老白意识到生病以来 自己对家人缺少关注 妻子一直在隐忍 并默默做出很多的努力 思考变客 老白终于做出决定 他来了厨房 轻轻抱住斯凯勒 告诉他愿意接受治疗 听到这儿 斯凯勒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 一切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医院里 斯凯勒让老白安心接受治疗 埃利奥特很快就会把支票寄过来 但老白真的会接受老同学的好意吗 不久 老白接到格雷琴打来的电话 他很关心老白的病情 打电话来就是希望他能够接受帮助 然而老白还是拒绝了 他谎称保险公司会支付所有治疗费用 挂断电话 老白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一个院子里 原来是小粉在外住的房子 上次闹白后 两人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但为了自己赚够看病钱 老白拉下脸主动找小粉 希望两人再合作 反倒是小粉 看到老白突然出现 有些不敢相信 老白开门见山 问他还要制毒吗 看来这对师生组合又要重出江湖了 随后两人走进休闲车 上次小粉和小欢打架 把这里搞得一片狼藉 见状老白也只能无奈摇摇头 虽然再次合作是互利互惠的事 可有些规矩必须事先讲清楚 老白表示 他只负责制毒部分 至于和什么样的买家打交道 他不想知道也不想管 只要别和上次一样发生暴力事件就行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白化身时间管理大师 要到医院接受化疗 要到学校上课 还要敲咪咪搞赚钱事业 而拒绝埃利奥特帮助这件事 妻子斯凯勒和儿子小白都还不知道 这天在课堂上 老白以雷酸拱举例 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且易暴的混合物 只能做成晶体状 干燥状态下对震动 撞击和摩擦极敏感 总而言之极易产生爆炸反应 说着说着老白感到一阵恶心连忙跑到卫生间 显然化疗的副作用已经在他身上有所表现了 学校清洁工雨果一边打扫 一边安慰鼓励老白 真是个好人啊 除了医院 斯凯勒有时还会带老白参加病友护助会 说是帮助老白排解心中苦闷 其实更多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段时间老白神神秘秘总是往外跑 不知道在忙什么 夫妻间的交流也变少了 这让斯凯勒感到夫妻关系变得疏远 不免心生埋怨 咨询师询问老白是不是心里藏了什么事情 可以说出来和家人分享 实话当然不能说 老白只好谎称放学后想一个人静静 会到外面散散步清静大自然 老白身怀癌症这件事 身边的人几乎全知道了 唯独小粉还蒙在鼓里 直到这天 老白独自在闷热的车厢中制毒 身体终于支撑不住 在小粉搀扶下 才坐到外面的椅子上 见他快要虚脱的样子 小粉赶紧给他物理降温 无意间他看到老白胸口上的红色斑点 瞬间知道一切 因为小粉姑妈就是患癌去世的 所以他知道这些斑点 是做化疗时用来指引的 老白的隐瞒让他有些生气 不过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老白之所以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和自己合作 完全是想在最短时间内 挣到最多的钱 当下老白身体十分虚弱 难以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老白将房东面具扔到小粉手上 是以他来完成 要知道老白制毒时 从来不让小粉添乱 这次是两人合作以来 小粉第一次单独制毒 好在之前 他已经看过老白的制毒流程 技术上涨进不少 总算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便到了最重要的销售环节 小粉跑了一晚上 终于成功卖出一盎司 第二天小粉用赚到的钱 给老白买了一部手机 便于之后两人联系 更是得意洋洋将钞票交到老白手上 可老白却高兴不起来 嫌弃小粉效率太低了 这次他们做出来的成品有16盎司 按照小粉这速度 猴年马月才卖完 老白想大规模售出 也就是找经销商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贩毒圈里也存在层级 平日里小粉只能接触到一些小毒贩 贸然越界去找大毒箱合作 很可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另一边 汉克从之前捡到的防毒面具中 发现一处标记 显示他出自老白所在高中 于是带着防毒面具来学校调查 从汉克口中 老白这才知道 疯狂小八竟是警方线人 真是庆幸杀死他了 不然自己肯定要露馅 经过盘点 汉克确定实验室里丢失的器材可不少 他询问老白哪些人手上有实验室的钥匙 好死不死 就在这时老白电话响了 是小粉打来商量大毒箱的事 老白只能故作淡定 鼓励小粉大胆去做 好在并未引起汉克的怀疑 毒贩怎么会想到来这里偷东西 汉克百思不得其解 他叮嘱老白多加小心 可别让自己受到牵连 虽然汉克只是随口一说 却把老白惊出一身汗 小粉见老白态度坚决 只好妥协 可大毒箱不会随便和陌生人交易 必须选着熟人做担保 最后在好机友收皮特的引荐下 小粉成功联系上大毒箱图库 很快来到对方基地进行交易 基地外一群手下手卫 显然图库这个人不好惹 起初他根本没把小粉看在眼里 直到亲自验货 瞬间上头 态度才180度大转变 小粉以为这下有戏了 殊不知对方不讲武德表示要先卖货再给钱 三万五的毒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怎么能说赦账就赦账呢 眼看形势不妙 小粉想抢走冰毒跑路 可惜在别人地盘难以脱身啊 最后钱没要的不说 还被图库用装钱的袋子暴揍一顿 直到爬不起来才停手 实在太惨 而老白这天过得也非常心惊胆战 早上刚到学校门口 就看到汉克带着警察出现 原来是清洁工雨果被捕 因为他手上有实验室的钥匙 并且有两次非法占用钱科 再加上在他车上搜出了大麻 似乎一切证据都在指向他 就这样一个好人替老白背了锅 晚上一家人打牌时 老白虽然一手烂牌 但却凭心理战狠狠赢了汉克 这似乎也暗示着踏入毒圈的老白 已经无形中和汉克开始了较量 第二天老白联系小粉 这才知道他出事了 被涂库打成重伤 到现在还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 清洁工躺枪的事已经让老白心会愧疚 加上小粉被打 老白想必很不好受 除了外面这些糟心事 老白身体也无时无刻不再承受痛苦 化疗副作用已经让他开始脱发 眼不见心不烦 索性剪了一个光头 或许这不单单是外形上的改变 更预示着老白心态上的转变 涂库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从兽皮特口中打听到对方基地所在的位置 老白决定独闯虎穴 搜身过后 他终于见到涂库 此时他手上还拿着一袋神似冰毒的晶体 老白谎称自己名叫海森堡 这次来是要讨回五万美金 三万五是脱欠的毒资 剩下一万五是小粉的医疗费用 听到这样的要求 涂库既感到生气又觉得好笑 不过老白既然敢这么提 显然是做好了准备 只见他拿起带来的一块晶体 奋力丢在地上 随即引发一场爆炸 原来这就是雷酸拱的威力啊 猝不及防的一幕连涂库也吓一跳 惊呼老白就是个疯子 基地玻璃全被震碎 房间里更是一片狼藉 见老白手里还举着雷酸拱 手下想开枪被图库阻止 他甚至硬碰硬的结局 就是两败俱伤 在老白强硬操作下 图库不仅交了钱 还打算和老白进去下一次交易 毕竟他的货确实是难得的极品 回到车上 老白看着自己用命赌来的钞票 不由的握拳怒吼 因为爆炸声已经有警车赶到 然而这次听到的警铃声 老白没有了之前的慌张 而是面露微笑离开了这里 这天学校召开会议 讨论清洁工雨果被捕一事 有学生家长指责校方 没有提前做好背景调查 聘拥有前科的人 当初老白对此事还深感愧疚 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会议上开小差不说 竟偷偷和斯凯勒玩起了不可描述 事后还不忘在汽车里游戏一番 这久违的感觉 实在令斯凯勒流连忘返 看得出老白从这些冒险行为中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隔天老白专门探望小粉 给了他应得的分红 这让小粉心里总算好受些 没有白白挨打 可当他得知老白要和图库继续合作 每周提供两磅产品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制毒需要一种 名为假麻黄碱的原料 它很难一次性大量购入 以前小粉都是让小弟们 去不同药房购买鼻豆岩药片 从中提起出假麻黄碱 如今原料不足是最大的问题 想要在一周时间内 造出两磅产品 基本没可能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 老白和小粉按照约定 来到废弃停车场 和图库进行交易 或许是为了掩饰心虚和不安 两人都戴着墨镜和帽子 和预想的一样 虽然老白是制毒大神 然而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最终他们仅仅带来0.5磅成品 这可把图库气坏了 认为老白是在糊弄自己 想不到的是 老白敬问图库 能不能消化四磅的成品 一旁的小粉听到这都懵了 两磅都搞不定还四磅 老白绝非随口说说 而是早已经有了盘算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利用渊博的化学知识 老白想到另一种制毒方式 不需要使用假麻黄碱 按理说 老白与小粉在这次交易中 是处于下风的 然而老白却抢占先机 夺得主导权 他甚至狮子大开口 向图库索要七万美金 就当是前期投资 一周后直接交给他四磅 加一点零头当利息 生气贵生气 权衡过后 图库选择相信老白 把钱给了他 但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下周再把事情搞砸 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不过利用新方法 也需要用到不少材料 老白列出一个购物清单 跑腿的活自然交给小粉 看着纸上写的专业名词 虽然每个单词他认识 可凑在一起就彻底抓瞎 连毒都毒不顺罪 这让小粉心里直打退堂鼓 不过在老白连哄带洗脑下 最终还是乖乖照做了 在小粉忙着采购这段时间里 老白家里举办了一场宝宝派对 他还特意为还没有出事的女儿 录制了一段祝福视频 很走心很感人 拆礼物时 玛丽送给孩子的是一个 很贵重的白金小偷士 让斯凯勒惊喜不已 派对中途 汉克和老白想出来透透气 于是来到外面喝酒 见汉克掏出一根古巴雪茄 老白直言这属于违禁品 对此汉克倒是不以为然 偶尔破坏规矩 能让人有意想不到的体验 老白从汉克手上讨要了一只 本来他并不想给 毕竟老白是肺癌患者 但他表示自己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最终汉克也只能妥协 顺着刚才聊的话题 老白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就拿喝酒这件事来说 要是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这就是违法 说不定未来某一天 冰毒大麻也都合法了 听到这儿 汉克却并不认同老白的看法 认为应该换个思路 有些东西合法化 本身就是个错误 以前冰毒是合法的 随便在药店就可以买到 索性现在被禁了 摸清汉克的态度后 老白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结束派对 斯凯勒和老白说起礼物的事 他认为 玛丽送的白金小头饰 虽然贵重 但滑而不实 还不如退了变现 给孩子买奶粉和尿不湿更香 老白让他自己做决定就好 紧接着便和他聊起一种 辅助治疗方法 说是印第安人有种汗蒸污 对治疗肺癌有一定作用 所以想趁周末两天过去体验一下 我们都知道 这只是老白未腾时间制毒编造的借口罢了 一听对病情有帮助 斯凯勒自然无条件支持 周末很快来临 老白与小粉碰头后才得知 他没买到最重要的原料 假鞍 原来他在市场上买不到 只能花钱请人到化学品仓库里去偷 然而对方直接要价一万 听到这儿 老白决定自己动手 利用身边的材料 他轻松制作出铝热剂 用来打开仓库的锁 别看这么点东西 熔断四英寸厚的钢铁毫不费力 晚上两人来到化学品仓库 防止暴露 老白递给小粉一个毛线头套 并解释到超市只能买到这个 有总比没有强 等仓库保安离开后 两人顺利剪开铁丝网钻了进去 没想到的是 保安又突然折返回来上厕所 为了困住保安 两人用绳子将厕所牢牢绑住 排除干扰箱后 老白用铝热剂成功熔断仓库门锁 从里面顺走一整罐假案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两人终于可以安心搞事业 不必担心原料不足的问题了 本想和往常一样开车到郊外制毒 没想到休闲车出故障无法启动 时间有限 修车已经来不及 老白临时决定在小粉地下室里制毒 自从家里死过两个毒贩后 小粉就着手卖房了 毕竟这里已经变成凶宅 住在这里浑身不自在 老白担心自己制毒期间 中介会带人来看房子 要是被撞破可就麻烦了 小粉一听赶紧联系中介 结果对方正忙没有接听到 就在两人藏在地下室热火朝天制毒时 一群看房子的人在中介带领下 浩浩荡荡来到小粉家中 听到上面传来动静 老白让小粉赶紧出去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阻止其他人进入地下室 看房团里有的人闻到了异味 静夜的中介赶紧拿出空气清新剂喷一喷 不出所料有人真的想去地下室看看 小粉本想劝他缓缓 可对方根本不听劝 没办法小粉只好狠下心 说自己房子下沉了不卖了 这才化解了危机 而这个周末 斯凯勒也过得十分糟心 他来到首饰专卖店 本想把玛丽送来的白金头饰变现 可万万没想到 专卖店老板表示 这个首饰是之前被人偷走的 还怀疑斯凯勒就是那个盗贼 他解释这是朋友送给自己未出世孩子的礼物 说完还指了指大肚子 当老板询问他是谁送的 斯凯勒又不愿出卖玛丽 听老板要报警处理 斯凯勒只好假装呼吸不顺畅 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见状老板才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脱身后斯凯勒立刻来找玛丽 结果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过东西 结束周末的工作 老白回到家中 或许是因为太累 来不及清洗就坐在沙发上休息 斯凯勒以为他身体不舒服 贴心递过来一杯果汁 但很快就闻到老白身上散发出的奇怪味道 他赶紧解释 这是印第安人用的草药味道 好在斯凯勒没有起疑心 他告诉老白 自己这个周末过得很糟心 没想到玛丽送给孩子的礼物竟是偷来的 害得自己差点被警察抓走 找他理论还死活不承认 就连一个道歉都没有 老白安慰道 人有时候会为了家人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知道玛丽是偷盗品 偷东西纯粹是心理上有问题 老白这句话看似在说玛丽 其实更像是在说自己 他铤而走险制毒 不就是为了家人吗 看得出 老白想找理由将自己的制毒行为合理化 不知不觉 一周时间过去 又到了和图库交易的日子 这次老白直接带来4.6磅成品 不过让图库疑惑的是 成品颜色很奇怪 竟然是从未见过的蓝色 老白解释 是因为换了另一种方式制毒 质量和以前一样 图库亲自验货 确定蓝色也很上头后 才相信老白所说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 谁知站在图库旁边的一个小弟 突然多嘴 警告老白和小粉 要知道你们的老大是谁 不管怎么听 这都是一句小弟奉承大哥的话 结果在图库听来却格外刺耳 他认为小弟在出位谏言 到底谁是老大 这问题还要问吗 眼看气氛不太对劲 老白赶紧劝图库冷静 然病软 这一劝反倒让图库更为恼火 最后可怜的小弟竟被图库当场活活打死 老白与小粉站在一旁目瞪口呆 图库其实就是先借此机会杀鸡尽猴 让老白和小粉不敢有什么坏心思 老白最开始并不想介入交易 直到小粉被打 逼得他不得不以海森堡名号出面 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和图库这种暴力至上的大毒枭打交道 注定是充满风险的 或许一个不开心就翻脸不认人 被打死的小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中 老白小粉和图库之间 到底是相安无事 还是再起波澜呢 面对暴力凶残的图库 他们又是否能解决危机 一切谜团只能在下一集故事中 逐一揭晓了 喜欢绝命毒师系列的小伙伴们 不妨继续关注后面的精彩内容哦 一起的库面 主要关注后面的小伙伴们